大家好,我是紅火球 今天的DIY比較特別 今天的DIY是如何在網路上購買二手零件 那新零件應該不用講 就是去機車材料行問他有沒有 就大概這樣 然後假如要改裝零件的話 大部分都是去精品店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有的地方買 或者是一些有淨精品的材料行 那二手零件就比較特別了 一般來講有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網路上購買二手零件 那現在是科技的進步才有這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就是去殺肉場買殺肉的零件 那通常殺肉場比較不會有改裝零件 通常改裝零件大家都會拆下來去網路上賣 價錢會比較好 那殺肉場通常比較不會有改裝零件 但是還是有可以去碰運氣看看 但是如果你想找原廠零件的話 通常殺肉場會比網拍的價錢還要再實惠一點 或者是你一次想要買多樣零件 然後一次把周圍的小配件全部買齊的話 也會建議從殺肉場買 那要在網路上買二手零件 第一步當然就是你需要去網路上看 加入一些社團 二手零件社團 要不然你要去露天買那種二手的 或者是去那種拍賣買二手零件的話 那邊也有但是比較少 我以前是有在那邊買過的 那一般來講都是FB FB現在最快最方便的 那而且有很多長期在做的 然後大概逛久了之後 你就會大概知道那些人長期在做 他們就比較不會被騙 因為有時候改裝零件 有時候是人家摔車了 或者是車怎麼樣 車子怎樣撞到了 然後才拆下來 然後才拆下來賣了 那就有可能你要自行斟酌 因為二手品就沒有辦法像新品一樣有那麼好的保證 好吧 那這次就我最近買的一個東西啊 那這就是一個三角台 一個野狼的加寬三角台 那鋁合金的加寬三角台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你綜藝的商品 然後快點跟賣家留言說 欸我要這個我要這個 或者是可以幫我問看 留留看嗎 那一般來講都是私訊聊的 那有些人也不會打然後會直接私訊 所以有時候他會賣很快 所以假如你看到什麼好東西 或者是你要決定要買什麼好東西 就要趕快出手 要不然一下就會被買掉了 跟他講你要買之後 你就可以跟他加個好友 然後私訊他說 欸我要這個你要這個 33星的 對 星對星205mm的野狼三角台 那 你可以問他商品的狀態 是全部東西都有嗎 全部的配件什麼 煞車那些地方 有的沒有的都要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沒辦法 因為二手零件就是這樣 那你有可能要自己去想辦法 去生出那些零件 那通常 本體都會有啦 通常都是一些小店片 或者是小套桶會沒有而已 但你要自己看清楚 確定要買之後 你也確定跟他講你要買之後 那一般來講都是 先匯錢他才會寄東西 那匯錢的話通常會 派一個布子給你 就是郵局的布子 或者是 他是什麼銀行 有什麼銀行的布子 那基本上你拿到布子之後 拿到帳號之後 你再去匯款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 會匯款的話 那這些 前面這些應該不用 我多講什麼了吧 那這次的重點還是在 如果你的卡沒有辦法匯款 或者是你跟我一樣 是窮大學生 平常也不可能用到信用卡功能 也不太可能去辦一張信用卡 頂多就是一張金融卡的大學生的話 你還是可以購買這個零件的 好那你真的沒有辦法匯款的話 那你就直接到郵局裡面 假如你想用現金匯款的話 你就先到郵局裡面 郵局裡面有一排都是寫紙的東西 那其中一張叫做無責存款單 那無責存款單拿起來 把上半部寫一寫 那無責存款單就是現在畫面中這個單子齁 那你把上半部寫一寫 下半部是收據 那他收據就是 他是用影印的 那你可以不要理他 把上半部寫一寫之後 去抽號碼牌 那抽完號碼牌 帶著你的現金 然後給櫃台錢 那這樣就可以了 那這邊要提醒一個點就是 我之前有發生過一件事情就是 有一些的金融簿上面 他不會寫護名 或者是他給你帳號的時候 他不會給你護名 我忘記是哪一個 反正就是 因為一般的匯款 是不用護名就能匯的 那這種無責存款 是一定要有護名才能匯 所以你一定要跟對方問好他的護名 因為我有一次遇到就是 他的那個帳簿 是他老婆的名字 那他給我的 他的FB是本名 所以我就用他的本名去匯 結果不能匯 然後多跑了一趟 因為還要跟他聯絡 所以多跑一趟 這個可能要先問清楚 那這是一個小差距 那通常這樣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拿到下面的收據 那再把下面的收據 拍給當事人看 就是賣家看 那這樣就完成了匯款的動作 那賣家他確認之後呢 那他就會說 他確認了 那他什麼時候會記 然後記了之後 什麼時候會到 那當然之後你匯完款 或者是匯款之前 你就要跟他講那些 你的地址啊 你是幾頭啊 那誰要幫你收啊 那些有的沒有的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一樣住宿舍嘛 那住宿舍通常 有在管理的宿舍是 就是那種 一看就知道學生宿舍 有認證在管理 不是住那種 居家型的宿舍的話 通常他們都有地方 可以讓你郵寄 那你就可以先去問 你的房東太太 然後看可以寄到哪裡 然後誰會幫忙收 那如果你沒有人幫你收的話 那你可能就只能 找朋友了啦 那個應該還好啦 這個小東西 通常買零件 不會買超過五千塊啦 那朋友 就朋友家幫你收一下 然後你再自己騎摩托 去載就好了 好的 那這就是 全部的購買流程啦 那再下來就是 開箱時間囉 好的 那現在就來開箱時間啦 好吧 那螢幕轉到這裡 好 那就來開箱 那應該是三角台 就是野狼的 Double寬三角台 一般野狼三角台加寬 只會架到跟雲豹一樣寬 就是跟KTR雲豹一樣寬 那我買這個是 跟骷髏 跟骷髏一樣寬的那種三角台 欸 你看他有用報紙包好 欸 他連軸層都有附給我還不錯 那三角台就長得像這個樣子喔 有點油油的 好那這樣就買到二手零件了 那 你們要記住 你們如果要買那種 很良好的二手零件 通常價錢不會太低 然後通常他們都是機車行做的 就是機車行買的 但是這種零件的好處就是 比較不會有問題啦 而且你看東西都有附 那只是螺木沒有附 就可能要自己想辦法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那網購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記住因為東西一定是二手的 所以你不要要手套有多好 就基本上這種程度已經很漂亮了 很多二手都沒有這麼漂亮 那基本上這種 那麼漂亮的 基本上一定會比較貴 而且通常這麼漂亮的 都是機車行在賣的 所以你們就要自己斟酌考慮一下 看你要漂亮一點 還是你覺得能用就好了 那太便宜的 我覺得比較棒 因為很多太便宜都是有撞過的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那這次原本只是想做小拍箱而已 然後結果就想說 欸 難得機會難得 因為我買了一個這麼貴的東西 那就會順便把它做成一個教學影片 網購小教學影片好不好 好吧 那訂閱我吧 目標是兩萬訂閱 嗯 掰掰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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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